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带你看的是法国品牌Chloe台北发表会的现场 台北时尚圈近期以来少见的大型发表会 这一晚的展演让所有人见识到这个深受巨星迷人喜爱的 法国品牌所挟戴的惊人魅力 而品牌一贯的名媛公主形象 更从现场无数年轻嘉宾们身上得到最好的证明 觉得Chloe自己的秀是办得很棒 然后是今年年初到现在以来 我看过办得最棒的一场笑 她今天办这样的party我觉得非常特别 因为台湾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大的event了 所以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兴奋 我觉得什么样的年纪的人 好像穿可里都会给人家一种很青春甜美的感觉 比较年轻化的趋势 然后我觉得今天来看就特别的大开眼界吧 因为看到蛮多的美女 然后对 太不爱 我们觉得它是属于飘逸 轻楼 带点女人味的一些呈现出来的风格 然后不规则的一些拼接 然后还有手仿纱 对 就很漂亮 我们在台湾已经做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有很多要祝福 我们有一个美丽的春夏集团 非常美丽 非常美丽 我们想让台湾人们的领导 这种美丽的集团 然后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在最近几个季节中的支持 跑表会选在华山艺文园区举行 大型的立体logo与墙上投影灯树 显示给人盛大隆重的气势 细心准备的高尔夫球车接送 让每位来宾都有备受尊崇的感觉 而长度近30米的伸展台与纯白的背景 更是展演服饰的最佳舞台 我觉得他们今年 蛮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像他的形式 他以前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复古 那他今年就是 都是很多拼接 而且我觉得他颜色用的蛮活泼的 而且真的还蛮多拼接 这种拼凑颜色的这种对名 然后还有一些像装饰类的东西 在衣服上钉钉在上面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我想就是设计师的风格不同 所以跟以往的整个设计的感觉很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们现在就是 女性二三十岁的这些女性 大家可能想说 穿一些Chloe的衣服 然后上班啊或参加party都很适合 我觉得Chloe的女孩 今年春夏就变得很俏丽 然后颜色都是很鲜明 然后有一点graffiti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穿她的衣服会觉得 哇好漂亮 然后好飘逸的感觉 就像来临 春天来临的感觉 她开始加入一些 譬如说泼墨这样的元素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色彩 但这些色彩呢 又不是很规定性的那种 很规律性的出现 它是像这个渐层式的 或是像涂画 或像涂鸦油画之类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期待说 Chloe她在慢慢转变上 但是她还是不脱离 她原来的少女的风格 我觉得非常的舒服那个感觉 我看那边都那么多聪明的东西 其实我就是觉得好性感 然后一边性感 然后其实也是可爱型 所以比如说影院要穿一个BDT 或是一个小洋装在里面 我觉得还OK 这一晚伸展台上最耀眼的 除了设计师Paulo Marlene Anderson的 春夏最新理座之外 更请到香港名模乐吉尔 与近期在国际上受到 瞩目的名模惊喜 同台走秀 替这场发表会增添更多情光 我觉得她的鞋子真的非常棒 因为我很喜欢穿靴子 通常就很喜欢穿靴子 可是夏天的时候 可能不太适合穿 这么厚这么高的靴子 然后我觉得她们的鞋子 就是设计成像靴子一样 可是后面是打开的 所以是有点痛风的 所以夏天就可以穿 所以我刚刚一直都注意 其实是她的鞋子 我很喜欢那个霓虹的粉红色 然后还有那种很飘逸型的洋装 超级适合就是春天 女孩子出去玩的时候 就感觉好像就觉得像仙女 然后又像小精灵一般 我觉得非常适合非常搭 她比较不规德 然后有一点点个性 很像牛角的感觉 对 就是个性 我觉得她蛮喜欢个性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她在用色上很大胆 然后但是又不失那个气质 那这部分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 那我自己平常也希望自己可以 就是多一点颜色 然后能够在很有气质的装满下 发表会后的香氛派对 更是当晚活动的另一波高潮 入口处别出心裁的 布置了一盏以香水瓶打造的 大型水晶吊灯 更请到歌手肖敬腾 现场演唱 让每位时尚迷 不只有华府可看 更能在迷人芳香中 尽情欣赏动力歌声 我们现在已经有新的香氛 所以我们只是想用这种机会 来介绍新的冬季节 我喝了香氛 我觉得我完全超级的 所以 我觉得那个罐子 我觉得它这样摆的那个样子 城市 我觉得真的还蛮特别 而且是有塑造它的感觉 而且它弄得像这样的灯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我很爱那个香氛 因为是Roast的花香味道 我觉得香水非常的迷人 然后我觉得party非常的特别 我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 有肖敬腾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地在做 迷人 华服 香氛 美酒 音乐 所有来宾带着乐觉的笑容 约着前餐的一夜 画下愉悦完美的句点 接下来呢 我们要将镜头从台北转到巴黎 在巴黎时装周Chloe发表会的现场 看它最original的概念 那设计师Paulo呢 这一季可以明显看出来 它大量地使用了很多的许方 很多的色彩 非常轻柔的材质 但是仍然不失中性的帅气 2008年春夏的伸展台上 设计师选择大量轻薄的棉纱 带领观众进入一个飘染的世界 泡泡沙和过西长阳妆 用艺术的拼布手法 增添些许戏剧效果 立体宽大的吊带短裤和裙子 特别具有女孩的俏皮味道 运用多层次搭配 营造丰厚的空气量感 是主要的视觉效果 超长且极舒适的薄衫 随性地塞在宽松 帅性的青棉 丝纱或软断製成的 AB裤或气氛裤里 不对称皱褶洋装 优雅的丝织长罩衫 雪纺植料的短裙 长裤等堆叠在一起 感觉十分随性不羁 却也同时平衡了棉纱材质 所带来过度的透明感 我们看到了Chloe 从浪漫的 从青春的 到今天是非常有个性的 所以其实看Chloe 她带有一种甜美 她的所以里面一定带梗 我们讲梗就都很有个性 至于婉妆部分 设计师截取了白天的 字意轻松 继续以令人耳目一新的 流畅轻盈 重新定义正式 短洋装 外照无袖的复古雪茄外套 或是轻飘的短裙 配上一件胸前绣满珠花 植料的选择也完全以展现轻柔的 巴里纱 棉纱 雪纺 和凉爽的夏日清棒毛料为主 另外在布面上 还有许多抢眼的香袖装饰 但不论是大块的立体绣缝 还是图案上包着雪纺纱的小金属管 都给人亮丽清新的夏日活力感 奢华质感的配件在这时显得相当重要 鳄鱼皮 漆皮 搭配木质追眼的凉鞋 格外抢眼 成为轻柔的服饰之外 最强而有力的配件焦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i 你好 欢迎你回到风格时代 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带你看了Chloe在巴黎和台北 所举行的盛大发表会 不过我想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 其实这个品牌已经创立接近60年了 它是在1952年